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發現可疑 發現犯罪 發現毒品要打什麼 警察用心的宣導校園安全 與小朋友們互動 在歷經幾次令人驚恐的幼童社會案件後 幼童及校園的安全 引發各界高度重視 警政署也相當重視校園安全 啟動了婦童專案 在遠景到校園張綱介護中 協助維護學生的安全 去年六月林小妹妹 以及今年的三月初的小燈泡的遭遇 被斷頭 警察警政署也非常重視 要求我們在各學校 尤其是國小 來實施這個婦童專案 那我們也針對上學放學三個時段 也就是早上的7點到8點 還有我們的12點到1點 還有我們的大概是在下午 16點到17時 三個階段來實施婦童專案 那在每個學校在放學下學的時候 注意周邊的安全 防止陌生人來親近我們的小學童 議員認為 縣府應更重視校園安全 而縣內國中小的出處不只一處 司長工郵等應對校園進出更有所警覺 並加強夜間的攝影 找民設備 我們南投縣 每一個國中國小呢 他的進出口不只一個門而已 那經過這幾次的社會案件呢 對於這些小朋友的安全 我們縣政府更應該來重視 那我在這邊我呼籲就是說 我們各個學校裡面的每一個老師 或者是裡面的工友們呢 對校園的進出的問題 要時時的警覺呢 那也希望說我們學校可以加強他的這個 這個晚上這個攝影的這些設備 錄影的設備 希望說來防範這些有問題的人 議員進一步表示 學校應與各派出所聯繫 對轄區內高度危險人物加強重視 而衛生局也應對精神異常 吸毒等人士加強監控 那也希望說我們各國中小呢 可以跟在地的這個派出所聯繫 來把這些針對這些有問題的人士呢 來加強重視 本席也在這邊呢 呼籲我們衛生局呢 在這方面有長期有精神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有長期有跟毒品有 長期有這個吸毒的這些習慣的人呢 這些更應該來加強 然後把這些資訊呢 給我們的派出所跟在地的民房呢 希望多注意這些人的行為 然後來確保我們小朋友 在外跟校園內的安全 社會 校園安全與治安 需要各局處的相互配合 相信在警察局 衛生局 各地民房的共同努力 及配合下 必定可以減少治安實教 讓學童更安全 家長更安心 民藝新聞林佳惠南投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